11月7日,为期7天的第15届海峡两岸媒体金属型活动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昭落幕 活动中,台湾媒体人前往恩施州多地实际感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果 领略自然人文景观和民宿风情 用镜头记录金属大地推动共同富裕的勃勃升旗 西兰卡普是一种有着古老工艺的土家之景,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台湾TVS新闻部记者陈运文说 他是第一次来到恩施,对恩施土家族的西兰卡普服饰特别感兴趣 为此他还特意穿上身感受了一下 恩施州宣恩县鹏家寨是一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走进寨中游人如之 23栋伊山傍水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土家吊脚楼群吸引了台湾媒体的目光 纷纷拍摄起来,彭家寨吊脚楼始建于清朝末期 被誉为八楚文化活化石和土家建筑典藏 近年来,彭家寨坚持走龙女结合,旅游扶贫和生态文化发展道路 目前已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85万元,有力带动了村民发家致富 对此,台湾东森电视台记者杨昭说,把自然景观充分利用起来 把绿水青山好好保护并发扬光大,都能让经济有更好的发展 大陆对于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还有他们的风俗,然后还有他们食衣住行 这些都维持的都还蛮好,而且基本上不但维持,还把它发展光大 对于少数民族的他们这种文化,或者他们的风俗,还有他们生活习惯 这样子的一个维持的这种做法,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让台湾借鉴 宣恩县沙盗沟镇曾是当地贫困人口最多,脱贫任务最重的乡镇 如今,随着松平安置点的建设,该镇44个村的4594位村民都住上了新房 还在安置点创业支付空间的一家佛装加工企业 工人中不仅有中年妇女,还有年轻小伙,他们都是当地的一千户 贫困县或者是乡村,原本都有很多的人口外流 现在因为扶贫,然后还有对接,所以让很多的当地的民众会留下来 然后尤其是年轻人留下来 我今天发现很多就是这个当地的工厂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说,它可以把当地的这些人口给留住,不会外流 然后这样子的话,所谓的这个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就可以慢慢解决 据了解,海峡两岸媒体金属型活动已连续举办14届 每年聚焦一个主题,内容包括经济发展建设,历史文化古迹,少数民族文化,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 媒体朋友还有当地的人做交流,我觉得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 因为每一次去做结束,你就可以更了解当地人的想法 因为其实我觉得双边的,大家的那个交流情感是没有,不会变的 而且那种是,你聊起来你都还是会有那种亲切感 这也是我每一次来大陆采访的最大收获之一 湖北和台湾的这种发展,包括这个经济合作,也还是比较密切的 台资经济啊,在我们湖北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分量,也还是比较靠前的 人是处于西部生态资源丰富,旅游资源丰富,是为了增加了解,增进共识 而这个台湾的企业,下一步融合发展,这个进一步密切发展,也提供了这种条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